你有沒有膝蓋疼痛的問題 你有曾經膝蓋痛過嗎? 你家中長輩會膝蓋疼痛嗎? 其實膝蓋是人體最重要的關節 因為它承受人體很大部分的重量 但是偏偏它又很容易受傷 所以說有一句話叫做 三次緊、四十腰、五次肩、六十七 意思就是說你只要超過六十歲 你有很高的機率都會得到膝蓋的問題 膝蓋痛的問題很特別 因為你痛哪裡其實就代表不同的構造受損 其實膝蓋有分上面痛、下面痛、內側痛、外側痛 甚至它還有分成冰骨裡面痛、膝蓋內側痛、膝蓋內側偏裡面痛 甚至它還有後面 有許多人膝蓋痛是臭面痛 後面又有一些很特別的構造 因此膝蓋痛的問題 你哪裡受傷就要用不同的治療方式 而且膝蓋順骨最重要的是說 你一旦受傷了 它恢復的機率就很低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養你的關節喔 我是寶醫師 帶給你更多附近知識 如果你覺得我這支影片很棒的話 或是內容很實用的話 你記得幫我 點讚、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才能第一時間得到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比 我們下次見 的連絡